对于很多朋友来说,现在买车已经不是什么难事,不过不少朋友在开车之后就遇到了问题,首先就是洋车成本高,其次就是驾驶帧的12分不够用,如果上一趟高速,很有可能就会超速,高速上超速的问题一直让很多司机头疼,毕竟超速之后不仅会被扣分,还要交罚款,但是有些地区的高速线速牌设置的位置并不合理,比如说这个路段线速90千米每小时,下个路段突然线速60,很多司机反应不过来, 所以被扣分和罚款,因为线速的问题比较严重,导致车祸率增加,相关部门也开始调整线速牌的设置,最近就有传言说,高速即将统一线速真的是这样吗?相关部门表示,高速公路上不合理的线速标志牌直接进行拆除,而且毫不夸张的说,除了一些特殊的路段,其他的地区线速基本上都是120千米每小时,可以说非常的不错,虽然说这样的规定是为了车主考虑,保障高速长同无阻,但是也有人表示,这样的设计可能导致司机在开车的时候, 因为都是统一高速,所以不担心被扣分罚款,你们怎么看呢?